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hrome开发者提供了一项选项 可以在第三版Manifest的基础上保留Manifest VR 首先先安装两个不同版本的Chrome浏览器 一个是正式版 另一个则是每日构建版 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来安装Ublock Origin扩展 这里有一个紧张 先忽略它 现在安装Chrome的每日构建版 0 Until Now 明镜 include Jugm 着2,二,一边 转发 những视频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 yardım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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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这里需要注意 两个Chrome版本可以同时存在 而且两个Chrome版本的图标是不同的 同样 在Chrome的每日构建板上安装Ublock Origin 感谢观看 现在来解除 Google Chrome对Ublock Origin的限制 点击开始菜单 输入RegEdit并打开注册表 按照视频进入对应的路径 右键单击Polices 选择新建项 将新建的项命名为Google 右键单击左侧的Google 并选择新建项 将新建的项命名为Chrome 右键单击Chrome 从菜单中选择新建 Diver 32位值 将新建设设设设计 将新建设设设设计 Extension Manifest Vier Availability 双击Extension Manifest Vier Availability 将数值数据设置为2 Extension Manifest VR Availability策略支持的值 0代表默认行为 Chrome将按照Google设置的计划执行 1代表Manifest VR被禁用 依赖它的扩展程序将停止工作 包括Ublock Origin等广告拦截器 2代表Manifest VR延长支持一段时间 3代表Manifest VR仅对系统管理员管理的扩展程序启用 点击确定 关闭注册表并重新启动计算机 现在打开Chrome 进入扩展程序管理界面 是不是原来的提示消失了 同样的解决方案也适用于Microsoft Edge 只是注册表的修改路径略有不同 按照视频操作即可 请不回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执元明 如果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请一定留下一键三连 谢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